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张志军前年展望两岸关系,2018年恶志台独不会含糊,参考消息网1月1日报道境外媒体称,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, 未来一年将推动两岸关系继续克难前行,并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,逐步为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和就业等提供同等待遇。 据台湾中央社12月31日报道,张志军和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成了名,在国台办所属的两岸关系三日发表新年贺词。 张志军在提为共甘民族大义同写时代新拼的贺词中表示,大陆对台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立场。 张志军说,过去一年台海形势复杂严峻,台湾当局局不接受九二共识,阻能限制两岸交流,方任纵容台独势力推动去中国化渐进台独。 他表示,展望2018年,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,台独势力干扰破坏,两岸关系的风险变数增多,但我们完全有信心,有能力应对挑战,把握方向,推动两岸关系继续克难前行。 张志军说,新的一年,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和平统一进程的决心不会改变,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立场不会动摇,坚决反对和遏制各种台独分裂行径的态度不会含糊,绝不容忍法理台独分裂行径,也绝不做事渐进台独,前世和平统一的基础。 他指出,新的一年,大陆将继续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,积极研究侦测措施,逐步为台湾民众在大陆学习、创业、就业和生活提供与大陆人民同等的待遇。 陈德明则在《抵御犯件共济事业》课词中,小亲爱的2300万台湾同胞,致以忠心祝福与称之问候,他并指过去一年因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,海协会和海基会协商联系机制在时中断。 但海协会仍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,秉持两岸一家气理念,推荐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,并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31日报道, 中国国务院台湾主任张志军新年来临之际,在2018年第一期两岸关系法治发表的新年贺词中,展望2018年两岸关系时指出,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,他独使力干扰破坏,两岸关系的风险变数增多。 张志军回顾2017年时指出,台海形势复杂严谨,台湾当局拒不接受九二共识,阻能,限制两岸交流,放任纵容台独势力推动去中国化渐进台独,种种的行李师,遭到两岸同胞坚决反对。 此外,张志军指出,大陆方面一年来广泛团结两岸人民,坚持各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,坚决反对和恶制形形色色的态度分裂,行径,排除各种干扰和阻能,努力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扎实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,不断取得新的进展。 至于对2018年的展望,张志军指出,台海形势更趋复杂严峻,台独势力干扰破坏,两岸关系的东西变数增多,但两岸同胞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和台海和平稳定的意志更加坚定。 张志军表示,大陆中心希望两岸同胞坚定信心,携手努力,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,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,共同创造属于全体中国人的美好未来,共同书写不复新时代的两岸关系新篇章。